香港的長途賽區 陸在國際賽事暫路頭角 究竟作為一批長途賽區 需要有什麼特質 以及每批賽區都適合出外作菜 必然有兩個力量 什麼力量呢? 第一,要有長力,因為要跑長途 第二,要有潛力,就是所謂的潛質 必然要有長途馬 另外,要有一種忠心的性格 我們經常聽到忠心的性格是什麼 很多馬都有忠心的性格 不過他們這麼厲害的長途馬 要更加有一個特質 就是怎樣?容易訓練 容易被騎士操控 因為你本身的皮聲要乖才容易發揮 還有另一種就是馬本身的性格 要很特別,要永不言敗的性格 還有輸完還要回來 還要自己也要檢討一下 如果你要把馬運到另一個國家去跑 譬如說去日本也好 或是歐洲南半球 歐洲、紐西蘭 在運送過程中,馬也一定要適應 這就要關乎每一種馬筆 本身的心理狀況 要訓練一批長途賽區一點也不容易 除了訓練方法重要之外 賽區本身頑強的鬥姿 以及忠心的性格 才是最決定性的一環 而接下來和大家重溫的這批馬王 相信也擁有以上的兩種特質 我指的是每位馬迷 一定會忘記的世界馬王 爪王鱗魚 爪王鱗魚,2005年 世界錦標巡迴賽的世界馬王 他在2007年 更加用奪杜拜司馬經典賽冠軍 成為首筆勝出這場 全球最高獎金草地賽事的香港賽區 他的鬥姿比其他馬強很多 因為這是他自己的思想 因為我們見過很多 真的很刺測一時的馬王 其實拍照都試過拍書 爪王鱗魚做得到的事情 就是逢親拍照,他也會拍的 他在出道的第二季 即是2004、2005年度的馬貴 做出六戰、五冠、一季的驚人戰績 當中包括兩場香港一級賽 以及一場國際一級賽 在2005、2006年度馬貴 爪王鱗魚,再接再黎 連續勝出國泰航空香港杯魚賽 以及國際一級賽 國泰航空香港杯 風頭一時無兩 那晚香港杯很開心 因為最後那五十米 我站在公眾席 我聽到全香港的馬迷 在我背後都一起鼓舞 一起捱香港、香港、香港 到最後衝線那一刻 我的心是掉了出來 最佳中距離馬 最後,他更加被選為 2005、2006年度 香港最佳中距離馬 同時也成為該年度 世界錦標巡迴賽總冠軍 可以令他失敗 或是經過風雨打磨 才會出現真正的精幹 就在爪黃鱗魚的表現 去到最巔峰之時 一件不幸的事件降臨到他身上 他忽然被發現 有心律不正常的情況 無奈地,要停賽半年 這個消息 對於如日方中的爪黃鱗魚來說 絕對是晨天逼力 我们这些不是马主 不是尼玛师 不知道那只马的心律得正 那个严重程度去到哪里 都担心了一段时间 甚至不只是他离开了那半年 是之后那半年我们也有点担心 半年的休养 并没有令爪黄凌羽的斗志减退半分 相反,他更加把握这个时间 好好养精蓄蕊 终于,半年之后 他决定以无比的信心远征海外 挑战全球最高奖金草地赛事之一 的杜拜施马经典赛 最后,他凭着惊人的战意 以一个多马位取胜 再次震撼世界马坛 那时候那种感觉 就像我坐上马上骑的 最后50米就只是觸碌惊心 他过了马,我也是 那一口气才舒服 这一口气,我认为杜拜 没试过在香港马赛赢过 心情固然兴奋,我很开心 以往香港没有一只长动马 去到海外是能够有这样的成就 但是爪黄凌赢了 赢之完善,是赢了一对手 我想这件事是前无古人 他从一个高峰到另一个高峰 再会去挑战另外一个高峰